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跟过年有关系 所以我就顺带提几个 就是一般的人都想知道 对于一些年俗 那佛教怎么看 好 所以先从回答第一个问题 回答问题之前 我要先介绍这个景 这个景是能序法师拍摄的 在什么时候拍呢 这是前天傍晚 是我们的金刚胡强师兄 他就帮这个大门口 各位看到三个大灯笼吗 那个大灯笼呢 各位就不要要求他说 他这个形状怎么不够胖啊 不够如何如何啊 其实呢 我们在心道场建成之前 我都说先求其有 就有的就先用 就不要求那么完美了 因为那个呢 是很多人跟我们反映啊 说就是要来佛光山 但是呢老是错过 那个招牌也不是很光亮 因为那个不是正式的招牌啦 那个也是在这个整个道场新建 那个正确的道路 那个把它定位之前啊 我们就先找两块板 先把它做起来给大家看 所以也没有说要花很多钱这样啊 那但过年嘛 这个要来道场的人多 我想有些人不熟 所以就用了那个三个大灯笼 就比较暗 所以胡强呢就帮忙 这个探照就照明 然后再加上 这个是在我们的 各位看这个是在 我们的这个大藏棚区啊 冬天嘛 就要把那个塑胶的棚子收起来 不然他会被血压垮了 那再收起来 那就在差不多11月份吧 我们的义工帮忙把 这个星光灯都围绕上去 就变成佛光大道啦 大概农历心灵都会这样出现 在雪地上 然后傍晚的时候 但还有一点天色 那所以就拍下了这一张 我觉得哇 加上我们的这个沙蜜 已经都到了嘛 雕像啊 所以就请大家欣赏一下 好 我来看 第一个问题 说 首先 先敬祝各位法师 新年吉祥 法体安康 师父慈悲 去年底 因家中亲人往生 未满百日 请问 新年还能去道场烧年香 及礼迁佛吗 会不会有顾忌呢 总觉得新年是欢喜的 还在受伤期间去道场 会不会不妥 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 我们这位观众菩萨提问 其实在佛教 没有那一些所谓的顾忌啊 禁忌啊 大家都是来礼佛 你对着佛菩萨的那一份恭敬 那份虔诚 对着你的信仰 这样子的虔诚 所以没有说不行 所以我在这里很明确的回答您的问题 你不但要去 你不但可以去 而且应该要去道场 因为你应该要代替你的 这个往生的亲人 去礼佛 去更加回向功德给他们 希望往生的亲人 未满百日 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个功德 你要替他祈求 佛菩萨的护佑 接引他往生西方 所以更加要去 那可能有一些禁忌什么的 可能是或者民间信仰啊 或者是道教可能有这种说法 但是在佛教里头 佛教讲的是智慧嘛 佛陀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是真理 是智慧 并没有这些顾忌 我也要讲也没有这些迷信 所以你不要担心 好 这个是先回答您的问题 更加要去 我顺道题 说有一些人家里头 这个有亲人往生 一般民间 我听他们讲 说还要用个红布 然后把佛像遮起来 说这样不会冒犯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佛教不了解 可能民间觉得说 我们就是一份恭敬的心 就这个白事 喪失叫白事 就不要这样好像有所不尽 但是佛菩萨跟我们的关系 不是这样子的迷信的 反而这个时候更加 你不但不要遮掩 而且更加要祈求佛菩萨接引 所以是更加要光明正大的 来礼拜 来祈求 来功德回向 好 那顺道题 我就一直在想 我今年好像都没有从年俗的角度上 跟大家提醒说 现在是农历的12月23还是24 要清炖 就是开始准备清洁 大扫除 它特别是 其实中国因为我们古代 以农历国 农业时代 那就很重视 说敬天为神也好 对于这种大自然的各种现象 也都很敬畏 比如风有风神 雨有雨神 这个五谷要风灯 然后风条要雨顺 如何如何 就非常的重视 当然敬天为神这是应该的 我们人不能够独立于 这个万物大自然之间 自以为自己最大 那这真的是不行 其实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是非常渺小的 那但对于某一些年俗 我觉得我们按照 不管比如说一年12个月 但我们看农历年来说 尤其那个24节令 这个节令 实在 我在台湾的时候 在亚洲 还不觉得那个节令 有那么明显 但是 特别是在渥太华 我在想 以前老祖宗 他们在 按照这个 当然他一定是有依据的 去定下这个24节令 春分 或者说现在 这个立春 前几天就立春 你说那现在还在下雪 怎么立春呢 真的 从之前不管小寒 大寒 或者冬至 什么什么这些 每一次到那个节令 到的时候 那个大自然 大地之间 它的那个节点就出现 就像立春那一天 温度怎么突然回暖 比如那天是大寒 哇 下了好大的雪 比如这样子 很准 我是说你不能不信 那但是说年节的 这些 明暑吧 年节的这些 就年暑 年暑 比如说 到除夕 你要注意什么 其实除夕 吃叫团年饭 大家一起 这围着 然后不讲不吉利的话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碗打破了 睡睡平安 睡睡平安 如果 就说你一定要用什么 讲吉利话 包含过年期间 就不打扫的 不洗衣服的 如果真的 你像磕瓜子 花生 弄地上脏的 扫地 不扫不行的话 怎么扫呢 要从外面往屋内 这样向内扫 说那个财 才不会扫出去 你觉得这个是很迷信吗 在我看 就是过年期间 说不洗衣 不扫地 这些 其实 实在是很体谅妇女 从大扫厨一路 办年货 准备过年 过去年货 不是用买的 你说要年高 发高 各种的 那种要 哪里要腌什么菜 以前当然腌什么肉 这些 都是家庭主妇在做的 年高 发高 像以前我看着妈妈在做年高 刚刚弄出来 黏糊糊的 妈妈就会用个筷子 捡一块 来 你先吃吃看 这样子 就是没有在外面买 我们到外面看到在卖的就好奇怪 不是都家里做吗 这样 当然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现在 这个商业发达 还有各种的包装 就 也很方便 但慢慢的 也依赖了 家里都 要做的人就比较少 所以我反而呢 是到沃泰华 真的很有趣 以前在家里 妈妈说 你去读书去读书 妈妈一个人做 就很快做完 在其他分别院 义工菩萨们 都很厉害 各种人才都有 我轮不到我插手 沃泰华呢 当然很多 不是插手啊 是叫支援前线啊 大家都一起来的 就 参与学习了很多 年高发高也都做过了 像做年菜 像这些 蛮开心的 我是当他是很有趣 最主要是 我每一次想到 如果 吃到啊 或者看到的人 一定很开心吧 很欢喜吧 光是想这样 你做的时候就很开心嘛 但我要讲 就一个家庭主妇 要准备这么多 是很辛苦的 全家啊 哪里 以前还要到了 厨系前一天要去 街上要去买新衣 新鞋 什么 一年只买一次 新衣服 新鞋子嘛 忙得不得了 所以到了 这终于就过年了 厨系团年饭也吃了 初一的大餐也吃了 像这样 这个时候 如果还要再操职家务 太辛劳了 这个时候就讲 不能洗衣服 不能什么扫地啊 打扫啊 不然就把财气给洗掉了 在我看呢 我倒觉得 是老祖宗太了解 这个辛苦了 休息吧 那初一还要去 初一要去拜年 那见了面 新年好 恭喜新年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 都要讲吉祥话嘛 那初二呢 终于 我差不多把大年初二叫 这个女权日 为什么 这不是真的有 这是我自己讲的 为什么呢 以前呢 这个女人家嫁出去了 说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哇 到底在婆家那边过得好不好啊 这个真是千差万别 都不知道 那只有初二 可以回娘家 以前没有电话哦 以前可以写书信的也不多吧 当然更没有这些通讯设备 所以只有初二 好 终于 由先生陪着 就回娘家 那 娘家 爸爸妈妈 或者哥哥啊 什么的 就要判断 就看你的一些反应 就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有时候会看你的手啊 你们做得很 手很出招啦 做得很苦啊 还是说啊 这打扮的光 光鲜亮丽 这样哦 他们会看 之后呢 还有哥哥送回家 然后再去看 哎 这次家里头情况如何 保障妇女的权益啊 不要被虐待了 这个 是中年受苦 有苦说不出啊 那 这个是 讲初二 回娘家 初三呢 又叫 赤口日 我记得是叫 赤口日 赤口 就是说 赤是红色 就火焰一样的 赤口就 口里头会发火 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又忙着 这个大扫厨 厨戏 年饭 初一又去拜 叫走春啊 就是去 走春去拜年 初二又回娘家 这时候一直很忙 很累啊 哇 到了初三 真的要休息一下 不然 火气很大 一开口 就很容易争吵 就是 所以说赤口日 容易有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发脾气 讲话就不愉快嘛 所以这一天休息 然后 讲话谨慎一点 这样子 不要因为情绪 就是劳累了 然后带来情绪 讲话就 不好听了 好 过年期间 又不能讲不好听的话 这一天就休息吧 出世 要 接神 出世接神 接什么神呢 以赵神 赵王爷 为代表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说明以实为天 一个家庭里头 这个饭桌上好说话 真的大家 你看 白天吃完早餐就出门 中午在各地 学校啊 公司啊 好不容易晚上回来 大家吃晚餐 所以有什么 交流的地方 餐桌 所以用餐的地方 就很重要 也就是厨房 或者自己的餐厅等等 那古代呢 那你要烹调什么 都没有瓦斯炉的嘛 什么电磁炉 没有的嘛 就是要烧灶 那更早 那连灶都不一定有了 那总是的 从这个用灶做代表 所以从送神 就23 12月23吧 送神日 一直到接神 这个中间 就是过年最忙的时候 我就记得小时候 听妈妈在讲 说 哎呀 那送神的时候 都要在那个 当然我们这个厨房里 就是厨房的门啊 贴一个 这个 那个汤圆 红色的汤圆 那个瓦斯炉上面 给他贴一颗 那里又给他贴一颗 我说贴一颗 贴一粒汤圆 这样里代表什么 他说 这个呢 是传统 因为呢 赵王爷要回天上去报告了 希望把他嘴巴黏起来 给他吃的甜甜的 黏黏的 上天说好话 下地保平安 就说 他回去的时候要报告啊 我们这一家都是基善这家 这人都很好 他讲好话 我在想 现在啦 现在在佛光山 我们的师父 幸运大师 提倡三好运动啊 非常符合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都不用把嘴巴黏起来 反正开口 就是要说好话 给人欢喜 给人信心嘛 好 那但传统上来讲 贴一个那个汤圆 觉得好可爱 我们都帮忙去年过那个汤圆 总之我就印象很深刻 让赵王爷 回去 他们的假日 回到天上休假 上天都说好话 等到他们要回来的时候 又要再一整年照顾我们 下地就保平安 就等于出公差在人间 初五就接财神 至于财神 这我们的师父讲过 财神到底是谁 这个我另外要有一些话要讲 总之今天 借着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我就先 也把这个年述带开来 就是让各位知道说 其实忙碌 辛劳很累了 有一个休息的 这个好像缓冲的时间 所以有所谓不能够扫地 不能够动针线 因为人那么累 你还要在那里风风补补 说这个时候都不适合 因为这个时候 有这个时候该做的事 你就该去拜年 你就该准备新的一年开始 这些细节平常是做好 尤其最劳累的妇女 在这个时候正好可以喘一口气 希望家人都可以体谅 这个一家祖父 一家之主 主菜的主 是很劳累的 那终于在这个年节文化中 我觉得对于 妇女是充分的体谅 倒不一定从迷信 说什么向内扫 向外扫 代表财 进啊出啊如何 不一定那样子看 非常符合这个人权的尊重 好了这个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新年即将到来 明天就是除夕夜年三十 在沃泰华佛光山啊 这个年三十啊 晚上 那白天也有年宵 但真正的啊 最多人来应该在 这个晚餐之后 大家再吃团年饭嘛 大概我们九点会 这个延伸普佛 礼拜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那大概十点到十一点 十一点半这之间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一两个小时 那这个我相信年宵会是很热闹 当然年货年载通通都有 最主要是大家回来 穿上那个很有中国节庆的 那个传统服装 要过中国年嘛 那在去年年底 联合国也把中国年 定为就是这个法定的 一个节假日 这个也是对广大的 华人世界的一份尊重 一份肯定 所以我们真的好好来过 这个中国年 穿上这个很有中国年味的服装 然后主要是带着你家里头的小孩 带小朋友来 让他们来 比如说这个剪纸 折纸 折一个小钱包回去 折一个小灯笼 剪纸 剪一个村 剪一个福 剪一条龙 还是去拓印 把大师的莫保 自己动手拓印 把他带回家 写春联 这个写好的 你可以留在道场 更加欢迎你带回家去 小朋友带回去 给老师给同学看看 我到了一个Temple 然后去写了这个 我们的过年就是要这样子的 这个都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好了 过年真的是文化传承 那么当然初一初二 每天都有活动 那特别初二 今年特别的有安排 之后就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今天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